大家好,我是章瑞珊 我临急临忙,想抽15-20分钟去拍这段片 去讲最近一些事 我都是针对流定烟的,其实很坦白说 我首先讲一个大前提 就是有关我对刘世良的看法 我纯粹都是一个普通的网民角度去讲 我是从19年左右开始听刘世良 你知道大家在19年都是抗争运动的阶段 当时我听过几次之后,我很喜欢听他的内容 因为他分析得很好,尤其是有关近代史 香港和大陆的近代史他讲得很好 他真的有那方面的知识很清楚 我很喜欢听他的 我特别喜欢听他的一些资料性的东西 因为我在我的角度,作为一个网民来计 我喜欢吸收一些,听一些有资料性的内容去吸收 我是比较求之欲强的网民,而不是喜欢听八卦东西 我一般的八卦东西 所以我是什么都听的,有时候蓝丝的youtuber我都有听的 就算有很多人批评黄丝不好的,我都听 总之他里面有我想要的资讯我就听 我不管他那个人我喜不喜欢我也听 除非真是很无聊和很反感,我才不听 头几年我都很喜欢听他的节目 但是呢,我就发现他有一个问题 国际时事的东西,他不是看得那么通透的 即他有看相关的资料,但发觉他不是那么… 那个思维方面,他不是看得那么通的 对那些西方民主的政治生态 他不是那么了解得不深 我觉得他不是理解得不深 但是他很喜欢,那时候他很多… 很喜欢引用一些比如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那些专栏 那些专栏去一些分析 他将他翻译了之后再说出来 其实这一类东西,不止他一个有说 老少也有说的,当一些文章出了的时候 他们都会分析,但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 老少有老少有解读,刘世良有刘世良有解读 基本上我全部都会听 因为那些除了是一些可能比较… 有一些比较知心的人去评论之后 其实有时是官方暗地里放声息出来的 比如可能是美国政府 有些是想去透过一些民间的渠道 去表达一些信息出来 就不代表官方的说 香港的情况是一样的 香港很多时政府都是有些东西想滲出来 就找一些打手出去,在报纸里说出来 就不代表官方的 就变得好像不负责一点 在传媒空间流通的信息 看反应如何 我多时都会这样 这些文章我很喜欢听他说的 但自从他离开了香港去加拿大之后 我就发觉有很大明显的转变 那些节目没那么好听 没那么好听的原因 第一,我正如所说的 那些文章分析他少说了 第二,他很多牢骚 照计他离开香港 应该更加人更放松一点 但他发觉有很多牢骚 牢骚多到常说 香港这六点不好 香港也不好 所以我听到有些烦 烦的原因是 我在香港我够之惨 你再在加拿大告诉我 提醒我很惨很惨 我用什么你说 而且他有时说到 我都不觉得那么惨 你只说得更惨 我的感受 那我为什么要 接收得那么负面的信息 所以听到我是不想听 他太多负面的东西 应该不是叫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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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烦艳的感觉 吹到香港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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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不说事实 而是太过不得正面 不得正面去面对前景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感觉 还有最不喜欢的 我是比较反感的 就是他经常批评一些 譬如某一些团体 或者部门 有些人看到一些被人欺压 或者有些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出声 他指责那些人 应该勇敢点出声 应该硬吃 有时我听到很不负责 我觉得我很反感 因为觉得很不负责任 你来到加拿大 你讲风凉话 人家如果真的勇敢说 就会被人逮捕 有机会 你说就很轻 你指责那些人 如果你回来香港再去指责他 那我就说你 到时你不知责任 到时有机会 你都跟他一起被人逮捕 那你就勇敢 你不然在加拿大 那风凉话说 人家不肯出声 人家整个头家在香港 有老婆子 然后你说人家不出声 我觉得很不负责 所以我从那个阶段 他过了假日 但不久之后 我就开始小听 慢慢受声不听 尤其现在我没有听 不关他最近的陈翘事件 我完全不关这些事 我去年开始 完全没有听 有时阿桂按来听 我没有听 我就迫着听 其实我真的不想听他的节目 主原因不关陈翘事件 最近陈翘事件爆出来了 很多人公审他 然后连某阿柳都不说他 刘定坚也没有听开他 亦都因为宗众要求 他又去说 说开收不到就是 因为V数大 一V数大 他就上电了 然后就去攻击刘石良 插插他的七彩 这件事我都没有意见 但我发觉这个仆街 真的很仆街 因为他批评刘石良的事 其实跟他以前做的事一模一样 他比刘石良更加仆街 假设刘石良所做的事是事实的话 他比刘石良更加仆街 找收索街 我知道了一年时间 我亦都被他的收索街打过 亦都报过警 我想问一下 刘石良有没有找收索街搞成桥一家人 有没有找人打成桥一家人 所以相对来说 刘石良那些仆街 对我在眼中 刘定坚更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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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现在为了刘定坚更仆街 为了赚钱 正气想完 对了正义超人去说别人 他自己根本是一个正牌仆街 但这件事都不是我想表达的事 他是仆街一件事 我都说过信不信任由你们 这件事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 其实我已经没有生气 我还没有挂在心里 只不过如果你说刘石良仆街 刘定坚更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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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还想提到一件事 第一 他为了看见数去对付刘石良 但是 或者我说一件真人真事的政治事件 大家可能年纪大些的人会留意些 当年苏联解体前 最后一个苏联的总统还是总理 就是戈尔巴乔夫 就被一帮共产党的元老夹住了 绑架了他 因为他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不满 因为这样是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他就夹住他 基本上想推他下台 在这个时间 其实苏联内部很多人反共的人 开始作反了 其中有个人叫做叶利欣 他就打正招牌 旗号就是民主斗士去反共 当戈尔巴乔夫知道被人夹住了的时候 被人绑架之后 他就发动 那些人去拯救他 去救回戈尔巴乔夫 好了 最后终于民主革命成功了 去救回戈尔巴乔夫 而叶利欣也都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升上神台 变成一个 在俄罗斯里面的民主斗士 风头比戈尔巴乔夫更劲 而最后 当苏联正式解体了 分裂了很多国家 俄罗斯正式分裂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叶利欣就踢了戈尔巴乔夫 自己坐正 从整件事看得到一件事 他真正目的 去救戈尔巴乔夫 只是拿筹码 他不是真心帮他 他真心的是帮自己 当然帮自己的同时 会不会也都为这个民主 去争取一个更大 帮俄罗斯建立民主呢 不知道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但最后 他明显 是都有一个皇帝梦 即使俄罗斯走回民主制度也好 在他的在任期间 他那个态度 似乎都是有一种皇帝梦 皇帝心态 但现在证实不到 因为不久死了 但死之前 他就扶植了另一个野生家 上来 就是普京 普京上台 他又烂饮喝酒 所以搞到他不自己这么短命 最后大家知道 俄罗斯的催生局 是怎样 另一个魔头上来 就变成了一个皇帝 普京也是 而刘定坚 就类似叶利欣一样 他要遮住 打击这个刘石良这个仆街 帮自己上位 而他除了欺骗这个刘亮之外 因为一段片 他就有几千元收入 他就有几千元收入 说多两段的 又多几千 说到又发展成十条 他又可以找两三万元 这条线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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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目的 除了要借刘世良上位之外 他抢广告费之外 抢握流量之外 巷装武剑自在配公 他还想利用这件事去砌萧若元 但是那人听开他的节目之知 他一直想咬萧若元不放 是因为他是全港最受欢迎的 Youtuber 广东话的Youtuber 所以一直以来 他做法就是当年在做漫画的时候 自由人成立 他的目标就要打击这个黄沃浪 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要选人的自己 去将自己上位 这个是他短期的 这段期间的目标 所以他一去就做这个 大家不要只以为他只是 为正义 他说的全部是说大话的 全部是说大话的 总之他每天都说什么 说人没有诚信 说人没有口齿 说人没有责任 他全部都做了 每天都在说这些大话 但是都不要紧 好像昨天有个朋友 传一段Youtube给我 就是阿柳的Youtube 那段没那么多人看 但那段我也想拿来说 他就是说英国那边 有一间所谓的黄店 其实是魏黄的 是蓝丝开的一间小食店 他说有一个英国的四眼仔Youtuber 踢爆了这件事 但因为他V数太少了 他就利用他的高的流量 去帮这个四眼仔 将他所说的那件 认为是踢爆蓝丝的偎装 那件事 将他发放出去 让多人知道帮一帮他 在他的计算之内 因为我都说他是魏黄 他很想利用黄尸的群众 去令他的频道更加多视频 好像刘世良一样 如果刘世良一直是利用黄尸 或者跟路人那些人去赚钱 他现在在做同一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他这么好死 帮他年轻、帮他四眼仔去 去好像 请英去帮一个能力不大的人 去辅助他 他以为吸入一帮年轻人 支持他 看他的视频 让他升上高的高 而他群众越大 就变成第二个劉西良 去打击这个蕭瑞鱼 这个是他的目的 我现在好像踢爆他这件事 但我说回我的看法 我现在踢爆这件事 但我的看法不是完全否定 叫人不要去看 就是信他这件事 事实上他是在说大话 但在这件事的结果里面 我觉得也没什么所谓 为什么呢 正如说如果刘世良真是 他作为一个艺王 去打残他 打残他 打残他有什么所谓 是不是 有什么所谓 那你就去打 既然你也是一个 一个死了 一个又生回来 其实这些事情 你很难嘛 要很稠症 要所有不存在 这个世界是没可能的事 这些等天去安排他 正如我那些人常说 你常常打击 劉定坚 他认识还很高 我都由此之中 你们有没有人看过 我任何那段片 或者我留言 在Facebook有没有 说一句话 我叫人不要看劉定坚 我一句都没说过 不是我想不想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物以类罪的 不是不用我叫的 如果你觉得劉定坚 好听 我叫你不要听 你都会照听的 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每个人是会因寻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价值观 去选择自己想接触的一些消息 或者文化 或者想追究的偶像 自己会驱使去做的 不用我说那样东西 你听完我说的话 有些人留言说的 我信你说的话 我信你说的话 但实际上 我又觉得劉定坚这些事情很好听 不要坏 这个事情 是物以类罪的 这个世界 不需要刻意去 去叫人不要做这些 不要做那样 正如 现在每一天 每一天都发生着 很多电片 每一天都有人被骗的 其实这些新闻全都通了天 为什麽还有人那麽笨 我准备被人下答 几十年都是这样的 骗徒无处不在 不断在几十年里面进化 你阻止不了这些事情 就由它发生 只要你自己学精便可以 每个人都有机会被人欺骗的 我都被人欺骗过 就算我和刘定坚 认识他当年 认识他那麽久 我从来都没有信过他 我没有信过他 但我都被他害到 避无可避的 由第一天开始 我认识刘定坚 我已经知道这个人不可靠 但最后我都被他善一 都被他害了 是不是 人生的事情 就是 有时不可能 要求整个世界很潔淨的 有时你做客板 被人欺骗一下 累積一下经验 对人生都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我不是很抗拒 去接收 遇到一遇到刘定坚 我得到一个教训 我足够的 我只是想和别人分享 我遇到这些奸沟 这些人渣 我怎样捱过这个阶段 让你知道 怎样认识这些人 而不是叫你们逃避 不去接触这件事 你今天不听刘定坚 难保你回到公司 有另一个人 刘定坚是骗你 不出奇的 这些事情 怎会没有呢 怎样的程度分别 有没有她那麽艱 或者少艱 就像一个女人 可能你第一个男朋友 已经是渣男 哪说得到 你可不可以去盗绝这件事 盗绝不了 你一定要从失败经验里面 学会怎样去选择男朋友 我可以说 男朋友也会说 好像那个... 何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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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岁人 七十岁人 都被淹没入聚 那你要死 你不让他死 要发生的事 就能发生了 你尽量阻止 阻止不了的事 你是信其知 选择自己的位置 走就可以 如果阻止不了 他就会把现实 所以好像劉定堅話說在英國魏王的藍絲消食店 被人踢敗了那麼多壞事 如果他真的那麼壞 劉這個魏王踢敗了藍絲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們無需執著劉定堅是否真是真王還是假王 他踢敗了這件事 讓英國的人知道原來是這個混蛋 原來當日他是撐緊的 只有支持 你到時幫不幫襯你就自己決定 只要劉是否這個混蛋 都是一個混蛋 但是一件事 只要你知道劉定堅說的事是假的 即是他講一套做一套一件事 分開去看 不要相信他 但既然他引用那個小眼仔的東西 應該不會流料 小眼仔如果能夠那個頻道 又能夠假釋到劉靈去脈的東西 劉只是幫他轉述 只要是事實就可以了 沒所謂的 我也是 最重要是利用劉定堅 去打擊其他混蛋 我也是不是這件壞事 我想說的這件事 我不是叫人不要聽劉定堅 而且他越紅越好 他在抽中消瘍水 我抽中劉定堅水 不知道有什麼壞事 只不過我不是櫻定堅 是櫻定堅是櫻定堅 他是薄老命的 是這件事 我要睡覺了 洗澡睡覺 拜拜 拜拜